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其实在过往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时候就是您总是在这个差不多暑假之前前后这段时间来上我们的节目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年要升学或者是说之前一年要升学的或准备要升学的孩子们要准备些什么 那么现在基本上是要准备就是来年的这个升学的这个重要的事项了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几年的这个教育的升学方面有很大的改变 那么我们之前提到有很多像Common Core这个核心的项目 还有一些你以前也提到过的一些就是像就是不光是成绩要好还是要有展现个人魅力的这一方面 我们今天还是请您在节目中一一讲一下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就是现在来讲我一个很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跟我以前考这个SAT不一样了 现在大家还是都要考SAT 但是我当年考的时候是1600分 那么现在听说之前改成2400分了以后 现在又改回1600分 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对 在以前的1600分的满分的时候呢 那时候当时是这样子 它是英文语文部分800分 数学部分800分 所以加起来是1600分 后来它把它调整成就语文加上数学1600再多加了一个英文的写作 它是写一篇作文再加上一些语法修持这些又是800分 所以三科合起来是2400分 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辞行了很多年 它又重新改回来又改回到1600分 那这1600分里面来讲的话 它跟以前的有不一样 因为以往考1600分就是真的就是1600分 现在是1600分另外单独加一个叫作文的分数 那是叫独立计分的 它就是从2400分里面把这个作文分数抽取出来 所以看起来是1600分 但是作文部分还是继续存在 题目的设计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我们讲到新的SAT的方式 它结合像新的教育叫做Common Core 这个核心教育课程的这个概念 所以它从整个美国教育做了一个很大的修正跟改变 那常常让这些家长知道说新的SAT为什么要改 为什么学校教了这么多年的教科的内容也做了修正 那Common Core是什么 其实很多家长弄不太明白 但是现在肯定的就是说现在在念书的方向 是高中要结合大学的教育的元素或者说要求 大学教育要结合就业职场里面所需要具备的条件跟技能 现在它变成是一条龙的这个教学的理念跟逻辑绑在一起 我很庆幸我现在不是要准备升大学的高中生 要不真的是压力很大 那么您提到就是像我们以前还要上些什么补习课 那么补习课当中要准备你去考SAT 但是考SAT之前还要考PSAT 那么我们一顺据来讲一下到底是怎么样考比较好一点好吗 好 我们讲在SAT之前叫Preliminary SAT 就叫PSAT考试 它是SAT之前一个叫暖身 warm up的考试 那PSAT通常学生都在十年级跟十一年级这两年考试 所以等于是学生在十年级的时候呢 他是考这个PSAT 十一年级再考一次 但十一年级这一次算是official 算是正式的成绩 但这个成绩它真正出现的功能有两个 一个说你考到全美国的百分之千 0.5 Top 0.5% 你可以去qualify去拿PSAT的奖学金 那第二个就是说考完PSAT的话 很多的名牌大学 或包括UC或者一些很好的大学 他有时候主动会跟你这个学生联系 把一些相关的学校升学资料寄给你 就是他encourage 鼓励你来申请这个学校 那PSAT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当你还没有真正参加SAT考试之前 它让你先熟悉SAT要考什么 所以事实上PSAT的考试跟SAT是90%都是类似的 只是在难度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讲是学生是十年级跟十一年级考PSAT 但是考SAT相对来讲 你也是可以从十年级一直考到十二年级 绝大多数学生把十一年级到十二年级上学期考的SAT分数 是拿来申请大学用的 少部分的学生他在十年级 甚至这九年级 这个在结束的时候 他们就先考了SAT 这种学生有可能是跳级去念大学 或者说他十年级考完了以后 分数够达标了以后 他就不再准备SAT考试 因为他剩下的时间可以去准备EP 是这样的情形 在这个之前的话有一些叫加州标准测验 有叫Stanford 9的考试 或者叫CAT 6的考试 那些都是一些学历凭借的考试 从小学二年级是可以考到十一年级 在学校里有不同的年级 不同的科目考试 所以这些就是家长要注意到的 就是你在学校里面 从二年级考到十一或十二年级 有一种学历测验 另外还有一个PSAT的考试 还有一个SAT 1 SAT 2考试 还有一个AP的考试 这些家长都需要知道的 是 我当年考SAT的时候 其实分的没有很细 那么数学是一part了 当然数学先不说 那么英文这一part 就基本上比较综合一点 又有这种选择题又怎么样 然后又有essay 一般人听就是essay会占很大的分数 事实上的确是这样 但是我总觉得说综合起来 那个老师不会那么刁钻 可是现在分的那么那么细 那如果我会不会说 我的选择题显得很好 可是答分很高 可是我这个essay很烂 写的就是写的不好 那么会不会其实就 其实很难去掌握这个度呢 对 你刚才讲的很好 就是说当你的verbal 选择题的部分 就是考你的综合的英文的能力 如果你这边打得不错 但是你essay写的很差的话 其实是不balance的 不平衡的 大学在看你的时候 他非常注重一个学生的写作能力 那他这个从两个地方来观察 你写作的技巧 一个就是在sat考试里面的语文 写作部分 这个作文考的分数 是两个人来评分 一分到六分 但是这个分数相差不能超过两分 就是说第一个给这个 通常这个说一个给五分 一个给六分 这样可以一个给四分 一个给三分也可以 但不可能一个给两分 另外给五分 这样子分数相差太大 他们就第三个平卷的人再出来 再重新看一次这个作文 那从大学的观点来看 就是说写作很重要 因为高中生如果你强化的都是记忆的教育 都是考试要死记这些东西 而当你在写作的时候 都是把你真正学会的东西 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技巧表达出来 所以在大学休课里面 这个上台报告跟写作 是他们这个很重要一环 所以他会从这个英文写作部分 跟你申请大学的college essay personal essay 这个个人的自传里面 来看你这个写作的能力 究竟达标了没有 到位了没有 所以我们给家长建议的话 每个孩子应该 当你这个sat作文不好 真正的原因是你在六七八年级 这三年当中 学校里面老师给你上这个作文课的时候 写作的时候 你的孩子下的功夫不够 所以这个问题就延到十年级 十一年级考sat的写作的时候 你发觉问题就出来了 你可能其他方面功课都不错 但是每一次写作分数 没有办法达到 就是这样十分以上一个好的分数 但我们都提醒家长 你早发现你孩子写作能力不好 不要等到念了高中以后再来补救 你应该在小学要毕业之前的 六年级或初中七八年级的时候 就应该开始加强写作了 是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honors 就是honors课程 我印象中中是比较难一点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去上honors 才可以上一个稍微 就是像样点的大学呢 是的 在这个高中修课里面 它的课程分regular 就是一般的课程 分honors 荣誉班的课 再往上去的话 有一个IP program 叫国际学士认证课程 或者是一个叫advanced placement 叫AP的课程 就是大学先修班 那这四种的课程 并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提供相同的 这个选课的这个机会 当然有些学生 他们在学校修课 看学校 像私立学校 小型的学校 人不够多 数值不够好 相对它的这个IB的program 可能根本没有 AP的课程 也只有少数的AP可以选 AP考试现在有达到 30种的AP的考试 是相当多 但不是每个学校都能够开到 说20个AP课 或15个以上 有的学校只开了5种AP课 或者7种 那你在这AP和这honors课程 你刚刚的问题是 如果你掌握越多荣誉班honors 越多的AP课程 进大学的时候是越有帮助 而不单只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AP课程考试 都是考到4分跟5分 满分它是5分 三分是及格 在大学修课的时候 你这些考过的这个科目 通常是可以wave掉 就是免修 它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说 你考了很多AP考试 都是4分跟5分 那你大学念书 再加法进念得多一点 快一点 四年的大学 有可能三年就毕业 就像我们ACI的学生 我们蛮多学生 是大学只花三年毕业 记录上现在只有两个学生 他们整个念大学 四年的大学 他们两年就毕业了 这跟他们当时修AP课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到 如果申请大学的时候 其实很多老师会看中你的 这个Personal Essay 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是成败 就是在说你能不能进这个大学 很关键的一个Element 您怎么样给学生一些建议呢 当然写Personal Essay的时候 对 写Personal Essay的时候呢 其实是图显你的个人特质 这个大学要找学生的时候 他注重两个字 一个叫Unique 一个叫Rare 就是稀少性跟特殊性 这个Rare跟Unique 就是说很少人有这样子 很稀少或者非常的特别 那你要从这两个字上面 去思考你的Personal Essay 就是说如果你是弹钢琴的这个学生 那你把钢琴当作说 你一个课外活动 你去表达你这方面的才华 那你要知道钢琴 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音乐的才华 就是大家这个街头巷尾 大家都在弹钢琴 所以他就失去了 就叫说这个Rare Rareness或Uniqueness 这个英文叫稀少或独特这个项目 如果你是玩琵琶 或者玩古针 或者玩一个非洲原始部落 一种乐器 很少人懂 那人家也不知道 你做得到底好不好 但是你就是会这一项 你拿这一项的Talents 来申请大学的时候 就达到了我们刚刚讲的 Unique跟Rare 这两个其中的一项 或者两项都包括了 这包括你个人的经历 特质 家庭背景 生活经验 旅游经验 你参观过什么地方 你访问过什么 或你参与过的研究项目 你做过一些慈善组织 里面的一些义工 帮了人家做了什么样的好事 这些事情的话 如果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就算是你做了 虽然你真的花了时间 但大学的眼里 这个Similarity就同质性 相同的地方太高的时候 他就不挑你的 所以我们在 跟我们学生做这个 升学策略规划的时候 我们绝对是跟学生 坐下来谈谈蛮长的时间 Counselor会问学生 你从你喜欢的 到你会的 到你拿手的 我们每样东西都要找出来 喜欢的不一定拿手 你会的东西 你可能也是没有热情 或者是说你喜欢的这个东西 是大家都喜欢 所以没有特色 在申请大学 你刚刚讲到说 Personal Essay很重要 但是后面 他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它的含金量也很重要 就是说这件事情 含金量是50% 那个只有20% 那我们当然选50% 这件事情来申请大学 那有一件事情 含金量是有80% 那这个一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压倒所有的 其他的申请者 这就是为什么顶尖的名校 在收学生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不是 只看中GPA 或不看中 只看中这个SAT的考试 他有些学生 在进大学的时候 他也许SAT 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好 GPA也就是可以 可是他被这个顶尖的 前10名或前20名的学生 录取了 因为他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的确掌握到了 这个招生委员 他们心态 他们到底要找 什么样的学生 他知道怎么样去 满足这些招生委员 比如说我们今年 要找的学生 是在某些方面 要有一些特殊 或者一些特殊的才华 是学校需要的 你如果满足他们这个需求 那你相对入取大学 就比较容易了 是 非常感谢郭主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告诉您更多 各位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天天话题现场 郭主任 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升学的这个 有很多像AP SAT 我已经听到已经头大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 这几年有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这个Common Core 这个核心的教育 那么Common Core 为什么这么受瞩目 那么而且世界之神 你这里提到的一些 就是Are you ready for the challenge 会不会真的是 像大家所说的那样 那么那么难 我知道这个Common Core 基本上是奥巴马总统 带出来的 教育的一个change 一个改革 对 为什么是Common Core 我们讲讲 好 这是说美国在这个 整个大的教育改革底下 那你知道 初高中生 他的目标是什么 是大学 大学的目标是什么 是职场就业市场 对 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有收入 能够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你讲整个 Common Core的改革 其实他真的的源头 是来自于 很多的大学毕业生 到了这个工作的单位里面去 他连一封正式的 一封英文信 标准的英文信的格式 他都写不好 很多高中毕业生 他的拼制语法 到处都是错的 所以这些学生 他们从高中 或者是college 大学毕业了以后 进到职场以后 发掘做出来的能力 并不满足市场上的需求 所以就业市场 把这个信息带给了 college board 美国的大学的教育委员会 要他们去 从他们的教育制度里面 去调整 让学生在听说读写 在他的沟通表达 讲话处理问题的能力上 需要提升 否则在职场上 不能收集一些大学毕业生 这样子情况之下 大学有这个信息 就把这个课程往下 就从一个教育改革 这个信息当然传到政府的耳里 所以由政府出面 这个由教育部这边 来讲做大型的 在整个美国 现在大概有四十几个州 他们都已经都用了新的 这个common code的 这个教育的这个方式 就是说大家开始统一了 以前的话是各州 自己的教材自己 自己编自己选自己找 所以每一个学校 教出来的这个数值程度 都有很大的差异 就像高中毕业的学生 有的人是会念到维基分的 AB跟BC都念完 念到statistics 就是统计学 也有人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还是把几何念完了 他连这个代数 Algebra 代数2 或者precalculus 这个初级维基分 他都没学 他就高中毕业了 那英文程度也差很多 所以整个common code里面来讲 强化的地方 就是说你要有更大量的 阅读的这个速度跟能力 阅读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再从阅读衍生到你写作能力 他们要大幅地提升 你写作表达能力 除此之外 很多学生过去都是静态的学习 就是说老师在台上讲 你坐到后面 低着头 你抄笔记 这样就可以 就是好学生考试考出来 现在你不能只是坐在后面 老师随时会请你到台上来 说这个是你的turn 轮到你了 你上台做一个报告 或集席的一个演讲 或者要做一个debate 辩论 这些活动就开始在common code里面 就是一个学生掌握到知识的信息 知识量 还要能够表达 顺利地表达出来 就是说像一个演员 你的剧本看完了 你要把这个心里面 从这个台词跟内心的戏 在你的肢体语言 在你的表情 声音动作里面 要把这个情绪带出来 去感染这些观众 或者这些其他看戏的人 这个common code 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 让这些学生能够变成是 叫college ready 或者就是说叫career ready 就是说你准备好了进大学了 准备好了进入职场了 这是common code的一个设计出来核心概念 听到我已经就是 我都觉得头疼 因为我还是很庆幸自己 现在不是在申请大学 现在的孩子压力实在太大了 讲到common code之后 我就想到一个就是很多 不要说这个本地学生 那么新移民也面临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现在不断地有很多新的移民来美国 把孩子送过来升学 他们像我当年是在high school之前来的 那么可能稍微还好一点 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些是直接来上大学 要面临的问题也很多 我曾经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来这边升高中的时候 就是现在有一些美国 美国本地的一些政府机构 它抓得很紧 它就是说我们就 美国是讲学区的 那么拼学区的时候 很多这些可能我们国内的一些新移民 就比较容易 我们讲的就是比较直接要去钻空子 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假装我住在这个学区 我的地址都改到这个学区的范围内 但是其实我不是住这里 可能是或者甚至是我 我转地址了 换改名字 都是为了拼这个学区 将来是孩子可以升个好大学 其实用心良苦 但是肯定可能美国 这些相关的机构不是认为 认为你是等于相当于欺诈这样 好像有挺多这样的现象的 是不是 对的确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努力要挤进一个好的学区里面去念书 当然有用借弟子 或者跨区去就读 那这个情况是有的 还有一些情况是逆向操作的 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能是在一个亚裔 或这样韩裔 韩国人或者中国人聚集的 这个区域里面念书 他不容易把他的成绩凸显出来 所以也有一些学生会逆向操作 他刻意跑到一个 拉丁裔为主的这个学区 都是老末 是拉丁裔的 他一进去的时候 他可能在这个成绩 马上就全校的前几名了 也有人是这样子去做的 但是他的实力其实并没有增强 只是他说 按照这个他的标准 跟这个对照组的学生来讲 他的成绩会挤到很前面 但这些会有一些后遗症 还有一些情况 就是说在申请大学 有人就把他的这个逐艺背景 刻意的就是不表 就是not disclosure 就不表达出来 就是说逐艺背景他不填 他就说就是不写 那不写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会从你的last name 或者是从你的出生地 有些时候移民学生你跑不掉 你就是不写他出生地 如果不在美国 他还是可以抓得到 大概是从哪里来的 或者是说你的名字的last name 有时候他们看得出 这是日本人或中国人 韩国人越南人 菲律宾 他从last name可以看 那逐艺的在进大学的时候 的确会造成一些困扰 因为就是说 某些学校里面 他们对这亚裔的学生 他有一个quota 就是隐形的 看不到的一个配额制度 潜规则 潜规则 他努力维持到17% 不要超过20% 虽然你按照真正的族裔成绩 亚裔应该在哈佛大学 应该有30%几的这个名额 可以在哈佛大学念书 但是真正他可能只限制在17%或18%左右 名校大概都是类似如此 那你刚刚讲的是说 这样子若要跨学区借弟子 或者把你的族裔背景 这些都藏起来 其实对申请大学来讲 他并不上真正帮了一个大忙 他只能讲是说 你如果是说一个 正好你读在这个区域里面 你的成绩正好超越这些人 你就顺其自然去念 可是你明明就是过去 好像前两年 你可能在Arcadia 或Demon Bar 或Samarino 这样子优秀的这个学区念书 可是读到第三年 第四年的时候 你就开始转到另外一个 大学如果是local 像加大 弯加大 或者UCLA 他们都知道 你开始跑到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学校 或学区念书 那他们会觉得也怪怪的 就不太可能 除非家里是宣告破产 或者有什么大问题 要不然你不太会 在这个时候 11年级或12年级 突然搬家 那这些东西 你刻意去走这条路 其实大学会知道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在申请大学的自赚 还有你的成绩 能够掌握好 那更重要就是说 你去读一个容易的学区 或者竞争力很高的学区 可是在你考SAT 或考AP考试 都是一样 它并没有给你discount 给你一些优惠 所以说你从一个不好的学区 去考SAT考试 你其实更辛苦 因为你的学校提供给你教育资源 相对来讲 可能比不上一些优秀的学区 它可以把你的基础打得很好 这个问题一旦进了大学以后 你就发现 不同的学区的学生进到了顶尖的大学时候 在第一年的时候 你会发觉 从这种明星高中的学生 他们通常都可以适应 都在大学里念得很好 从一些比较乡下偏远地区来的学生 他们进了一个所谓真正叫名牌大学的时候 他们第一年非常的挣扎 因为真的是程度不够 跟着很辛苦 是 可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公平 因为你看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哈佛大学的 这个录取亚裔的学生的 这个比率 才会有人说 我隐姓埋名 怎么样 我换地址 我拼学区 所以 那我们作为亚裔的 或者新移民的学生 要怎么样去突出自己的成绩呢 那我怎么样 我都是 都是好像很 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处境 你若要把成绩突出的话 其实我建议是在学校里面的 选课的时候 下功夫 就是说一般重要的课 分量够重的课先选 第二个就选一些选修课的时候 如果你像选拉丁文 的确它是一个不太实用的 可是相对的 亚裔学生选拉丁文的人少 所以你在拉丁文选得不错 又拿到AP的Latin 又拿到考试 拿到四分 在语文方面 你这方面就可以赢过那些 只是拿中文 或者是拿这个 Spanish 西班牙文的学生 就开始 因为在选课的方面 你选得对 选得好 或者是说课外活动 你参加哪些课外活动的时候 你记住 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稀扫性跟这个独特性 你掌握到这个原则 当你争取到一个领导的职务 你争取到你的人际关系 谁会给你写推荐性 Recommendations 谁会去做你的这个 引荐的介绍的 这个进入活动的这个人 他帮你就写一些 推荐的一些文章 或者信函 这些对你来讲会比较突出的 另外一个是真功夫 那就是考SAT 或者考AP考试 你就真的需要找到一个专家 真正帮助你 就是说在SAT的整个计分范围里面 我们的这个经验 就是75%的SAT的分数 都是reachable 都是可以拿到的 25%是真正叫难的题目 就是满分800分里面 你真正找对的方法去学习 800分里 650分是你应该可以拿得到的 那最后面的150分的话 那真的就是比较难 就是你要有点天赋才华 或者专家的帮忙 你才可以从650拿到一个750 或者800分 这些是我们给家长的建议 是 好的 非常感谢郭主任 今天来到这里 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